首先我想强调的是 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 落实爱国者之港 这即使推进一国两制事业 保持香港长治久安的实际需要 也是宪法赋予全国人大的权利和责任 完全和线合法 正当合理 我们看这个世界上 无论在哪个国家 效忠自己的祖国 都是公职人员 以及竞选公职的人 必须要遵守的基本政治伦理 在香港也是一样 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如果不爱国 谈何爱港